高中毕业七年后 我又遇到了当时我暗恋的那个男生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内容总监 姜池 他对你笑哎 在我上距离这种对视就是有戏 他好像对我还真的挺照顾的 给你买了点吃的 工作要续的吃饭 照顾好自己 那个谁 来 换下梯子 好 正常大声在我脑子吃饭有点空 想给你买个空 可以在一起迷你 一样不说话 没事的总监 你不用给我撑伞的 没关系 顺手的事 什么顺手的事啊 又是送吃的 又是片场特勤 我要是你 我就去表白了 你补当年的遗憾啊 累死我了 那 这是姜池总监送的 姜总监可真是用心哦 我要是你 我就去表白了 弥补当年的遗憾啊 原来大家都有啊 我还以为是姜总监单独给我吧 笑死 不要以为你在男人眼中是特别的 姜总监啊 给所有人都卖了 哇 哎 龙珠哎 那小子真帅 我当时就要看这玩意儿 我带过的所有的高山班啊 就你们班收的小说 是最多的一个 姜池 学霸哎 学霸的书也收吗 笑死 可惜啊 他今天出差 不然我定笑了他 可是 这是课本啊 收课本干嘛 姜池啊 他收的可不是书 是里面的琴书 别我的啊 是啊 当时我就说 儿女琴长的事儿 等毕业以后再说 他后来跟你表白了吗 可能他后来也不喜欢了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刚刚下班 太车坐坐 你看上去好像有新事儿 啊 我发现自己好像彩票中长了 但好像已经过期了 你怎么知道 他过期了 彩票最终解释前 又有人说 这张彩票还在对讲期内 啊 也送你一份 为了送一个人礼物 给所有人都买一份 你啊 和当年一模一样 走吧 王清 哎 洛洛 哎 干什么呢 黄家俊 月月 哎 我的话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美时差 咱哥 我来自知 我来自知